早餐一碗是一碗麵 今天呢 準備上菜完畢 我們現在在 天泉 不我們現在在興工 然後拉薩 在這兒 我們追求的又不是速度 而是一種堅持 晚上老闆娘要給我們測試一下 我們的包有多重 現在給大家看一看 先看一下阿末的包 橫著放吧要打橫 阿末的包是36 來拿下來算我的 這是我的 你這個頂多30斤 哇你的包還重 因為我有 到我了 到你了 看合金的 還是不清 34 你們這是重裝嗎 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 這算重裝嗎 就37 都不到40 我已經說的沒錯 4斤左右 出發 翻阿爾郎山了 山上線上的第一座高山 有信心嗎 沒有 河青 河青 有信心嗎 沒有問題 河青碰到粉絲小姐姐了 然後小姐姐是自駕的 自駕去拉薩 我們師徒四人又開始跋涉了 師父 走啊師父 師父 出發 師父 賣著盤山的步伐 這樣走得舒服嗎 有不 我剛才在賣那個 這個飄去了 以後再叫我阿飄的 現在下午1點多 然後這有個小賣布 好像可以吃飯進去看一看 離那個隧道口還有8公里 大叔是一個人住在這山裡 所以他只能給我們做麵條 還有麵條吃也很不錯 這兒手機信號也沒有 移動的應該有 我們電信和連通的信號是沒有的 如果給你們一個機會 你們會在這山裡面住多久呢 變熟了 這是辣的啊 吃碗麵繼續 碰到兩個七星的帥哥 這個坡太難爬了 我又想起 我們當時騎自行車時候推的 我們 要成功策反 七星的帥哥 背包了 推了 推車難受 還是背包吧 背包比較好 都差不多吧 我感覺你這個包也不是很重 五五公里 五五公里可能要六七公里 我可以拖單 站著一百公里 站著五十公里 就要一百公里 大師兄 大師兄 哇下來了下來了 野生大師兄 過來過來過來 二郎山上的野生大師兄 怎麼了阿牧 阿牧 我看到佛祖 你看到佛祖 你看到佛祖 你別嚇我 他都向我扎不上了 馬上就有一個彎彎就到了 一個彎彎 哇今天爬了一天的坡 終於到這個二郎山隧道口 今天晚上可能準備在這邊扎帳篷了 因為現在開始下雨 今天晚上就在那個二郎山這個隧道口 在扎一個 看一下 然後自駕小哥又開車去那個飯館 買了飯回來 看一下 特別特別豐盛 還有香腸 香腸拉肉 每天這麼狗 我的天哪 這不能瘦還要胖呀 吃吃吃吃吃 累了一天了